年轻小伙竟然被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强扭 老太婆主动的就像如狼似虎的三十岁女人 那天皮特正在开会 突然感觉自己要窜息了 领导要大家为淹死的工人莫爱 皮特又来感觉了 皮特上厕所的道路特别的艰难 终于可以进去的时候去 晚上回到家 他发现亲戚好友全跑到自己家了 皮特很气愤 一听说我拉西就全部都忍不住过来取笑我是吗 朋友说不是的 皮特便以为他们是为以前发生的其他糗事过来取笑自己 等他自爆了十分钟的糗事之后 妻子解释说我们并不知道你拉西的事情不是来嘲笑你 是你的母亲中风去世了 皮特有些震惊 然后发个微博让自己显得伤心一些 朋友表达了关心 还说如果你需要任何东西和我说一声就行 皮特毫不客气地说想要他的豪车 结果这位朋友立马删掉了先前的恢复 很快举行了葬礼 主持人邀请皮特上台讲话 因为他母亲希望他养的狗最终能毫无痛苦的思绪 孝顺的皮特便把狗抓去安乐死然后放在棺台里 随后问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他们来到养老院收拾母亲的遗物 母亲的朋友突然过来了 他很乐意和皮特分享他母亲的生活 相处久了皮特把他当做母亲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感觉有他的陪伴自己也没有这么上心了 皮特带他和自己的朋友见面 分享了和老太婆的一些有趣经历 两位朋友感觉这像是情侣之间的经历 朋友离开后皮特再次感叹 有你的时光真美好 老太婆非常赞同这一点 回到家皮特和妻子说了这件事 妻子让他和老太婆解释清楚 于是皮特找到了他 老太婆便解称那天吃了药物 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糊涂事 皮特这才明白原来是药物导致 随后又被老太婆骗去约会 结束后皮特知道自己被骗了想跟他绝交 认为他就像网络骗子一样 皮特坐在墓前和母亲谈话 老太婆又找了过来 原来她是和皮特道歉的 皮特见他这么真诚 最终原谅了他重新成为 她把老太婆放在椅子上 把姿势调整成很休闲的椅子 看来像个妻子死了 或什么 我都不知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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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